很多人会靠着运动来减重 过去大家都认为说减重最好是慢慢来 但是有肥胖科医生最近引进国外的新观念 指出减重必须要打铁趁热 一鼓作气掌握黄金关键旗 前三个月要能够减掉10%的体重 未来才不容易腹胖 不过这并不代表鼓励大家就要急速减肥 一个星期减掉半公斤到一公斤也就差不多了 财上体重积144公斤 冯小姐最重时曾胖到152公斤 这阵子经过治疗后瘦了10公斤 但冯小姐说过去曾用针灸和吃带餐来减重 虽然都瘦下来但没多久又胖回去 最早的时候曾经有吃过那个直销的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两个礼拜瘦10公斤 就吐我就吓到就不敢再吃了 卫生单位过去也在宣导减重要慢慢来 不过台湾肥胖医学会日前参加瑞典四的高尔摩 举行到国际肥胖症研讨会 带回减重新观念 认为减重必须要打铁趁热 掌握黄金关键期 前三个月要能减掉10%的体重 比如体重60公斤的人 三个月就要减掉6公斤 等于每周必须减0.5公斤 三个月减10% 以此达到目标 未来才不容易复旁 快速减重的目的也是在这样 它让它很快的时间之内降低了8公斤 10公斤甚至12公斤以上 让它达到5到10%之后 这时候才比较不容易复旁 要不然我们要慢慢走 它也就会一不小心它就回来了 但是澳洲墨尔本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 每周减重1.5公斤的人 比减0.5公斤的人更能达到减重效果 而且效果是差一倍 但卫生署国建局却建议减重不能太过 一周减重0.5公斤的人还是比较健康 其实减重除了运动外 三餐要正常 早餐50% 午餐30% 晚餐20% 营养均衡 而且减重后的体重 要维持8到12周 才不容易复旁 记者陈小青 陈昌伟台北报道